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1月16日 已經是星期一了 最近 英國 日本 美國的動作很頻繁 頻繁到 有些令人 感覺到不安 日本作為 七大工業國的輪任主席國 訪問了幾大工業國 意大利 法國 英國 然後還去美國 我們看到 日本 跟英國簽了 結盟 這個應該是軍事同盟的 合約 或者叫做條約 他們兩個可以互派軍隊 主要的軍隊當然是由英軍派出去 住宅 在日本 日本應該是除了美軍之外 另外一支 北約的部隊是住宅 我們從這個手影 可以看得出 台灣 是這次的 重中之重 好了 我們 一直以來 覺得美國最近這兩年 他的情報是十分之準確 而最近我們也聽到消息 這個是來自政府最高層的消息 當然是說美國 這個消息 就是他們很擔心 中共 會在 很短時間裏面 出兵 攻打台灣 根據這個脈絡 我們再看看日本的那麼大動作 我們有理由相信 現在的情況 就好像12月份 拜登出來警告 說俄軍 或者俄羅斯會入侵烏克蘭一樣 就這樣聽或者看標題 大家可能覺得是不可能的 匪夷所思 但是 看現在美國的動作 英國的動作 日本的動作 我們感覺到 來自美國最高層的情報機關 他們應該是掌握了一些 沒有公開的東西 是掌握了一些沒有人知道的事 當然 現在 美國沒有出來公開講 肯定就是 這件事未去到不得慢的階段 我們看到了 我們要看看 另一個主角就是中共 現在他們 在外交方面 他們採取了一些 除了美國之外 其他的仍然都是用戰狼方式對待 包括 南韓 包括 葡萄牙 包括澳洲 澳洲因為已經跪低了 即是他已經 成功了入股 澳洲的左翼政府已經被入股了 所以他跟澳洲 就不需要用戰狼方式 但是當南韓 就機笑中共 只是敢向南韓動手 當然還有日本 而他不敢向歐洲埋手 中共即時回應 制裁 這個葡萄牙 不允許葡萄牙入境 其實葡萄牙有多少人去中國呢 我想沒有 他特意選過歐洲 一個很弱的國家 甚至乎已經沒有話語權的國家 中埔聯合聲明 中埔談判 基本上 中共 當葡萄牙沒有到的 根本這個國家 在1966年 已經不存在的 在澳門的勢力 當時澳門已經被奪了權 澳都只是 負責 做收租佬 葡萄牙政府也是 扮演一個收租佬的角色 他已經 基本上 真正的實權 在中共手上 好了 我們看看 為甚麼我們 會判斷 有機會在這個 農曆新年 甚至乎連30萬 中共會偷襲台灣 這個要分析習近平的思維 我們從很多 蛛絲馬跡發言 其實習近平的思維停留在二戰階段 他一直以來都是參考以前日軍如何侵華 以前 怎樣跟 日本作戰 又或者日本怎樣去避過美國制裁 美國封鎖 所以 他用日本的方式去對付美國 我覺得 是有極大可能的 尤其是 封鎖馬六甲海峽 中共很怕美軍會封鎖馬六甲海峽 原因是當時 他打通了一條線 就是 這個 電免鐵路 電即是雲南 免是免電 免的那條路線 將圓圓不絕的物資運給中國 而日軍就是因為這條防線被美國打通了 令到很多物資進入中國 中國的想法也是一樣 如果 一旦中國跟美國交互 甚至乎開戰 如果美國封鎖馬六甲海峽 那麼我們的貨物如何出入 我們所以要跟 緬甸軍政府合作 即使軍政府是一個屠夫政權 大家是行家 你屠夫我們也是 所以他也不介意跟緬甸軍政府合作 給錢養著這個政府 就是目的要在緬甸開一條路出來 由緬甸 通往 印度洋 將中東的石油 運來中共 運來中國 又或者 將中國的貨物這裡出口 當然還有很多物資 要經過印度洋 所以他一直以來 都是在想這件事 包括當時 一度想過 當時還未完全 搞定緬甸 他就想在 泰國那裏 最薄的地方 在印資半島的 最薄的地方 即是 泰南地區 開了一條運河 但是由於那個地方很大 他如果開運河成本很貴 而且 泰國政府答應你無用 壯南 實際上 已經是由回教 回教徒控制的一個地方 不受泰國政府指揮 所以 中共最後想到 不如 買緬甸就可以了 由緬甸直接出海 那就可以去印度洋 但是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美國要拉著印度 搞一個 印太 戰略同盟 將印度 澳洲 加上日本 台灣 形成一個第一島鏈 包含印度洋 中共 即時 就沒有站立了 被人封印度洋 那怎麼辦呢 既然習近平的二戰思維 是想到原來要破馬六甲海峽的封鎖 那麼 習近平如果要對付美軍 又或者要迅速解決台灣 其實 他只有一個策略 就是仿效當時日軍偷襲鎮鎮港 所以現在美國和日本 那麼緊張 其實就是怕習近平 真的 想這些糞便 所以他要拉著英國 在勞力新年之前 跟英國簽這個協議 意味著 是要威嚇中共 你不要亂來 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我們知道你想怎樣 不過 由於習近平 水平 一般來說是比正常人 低很多 他會 做的事 基本上可以是 不顧後果的 所以 我們才要開一節來討論 正常一個國家 如果真的貿貿然向台灣發動 襲擊 偷襲 導彈 基本上 美國 日本一定是要報復的 甚至乎美國會直接出兵 很多人以為 美國 跟烏克蘭戰爭一樣 我不會的 我只會給台灣武器 讓台灣直接打 但是 由於這條航道實在太重要 他不可以全部兜外面 讓你中共控制了這條航道 還得了嗎 世界秩序還成了世界 你在我眼皮下 你在我的勢力範圍下 你也敢動手 烏克蘭一直以來 俄羅斯當作是他自己的勢力範圍 美國 不是很方便直接介入 但是已經給了很多武器了 但是台灣不同 台海 當時 這條中線是默克阿辛劃定的 自從劃了台海中線之後 中共的飛機不敢飛越這條台海中線的 這條界是由美國人劃的 如果你中共夠膽 真的襲擊台灣的話 其實美國是要迫著出兵的 好了 就算美國真的不出兵 日本也會出兵 其實日軍的戰鬥力 足以是殲滅共軍 而且是全殲的 當然拉著英軍過來 更加不用說 因為日軍有一個問題 他沒有 近期的作戰經驗 他 武器很先進 科技很先進 各方面都很先進 但是 他沒有現代戰爭的作戰經驗 所以 拉著一個經驗豐富的英軍 就不同了 英美日三 acabar 其實就是 要阻止中共 要有非分之常 做傻事 因為現在的情報 我們根據美國政府 跟英國政府 發出的暗示 它沒有說明 但是很危險就是 中共 很可能會在敏感時刻 又或者大家都疏於防范的日子 向台灣突襲 類似用偷襲珍珠港的方式 把台灣的武裝解除 當然 這只是中共一廂情願的想法 就算你在年三十晚 夜晚 人家在睡覺的時候偷襲 人家也很快會有反應 因為軍隊有夜班 你不是 像太陽一樣 下山 你可以登陸太陽 不是那一回事 是不是 但是有一個問題 千萬不要高估習近平的智商 他可以不顧後果 因為他想到的事情 他就會做 而且 大家知道現在中國沒有人可以阻止到他 這個才是危險 最危險的問題就是 他不懂得後果 如果他知道後果 他當然不會動手了 是不是 他是會亡國的 但是他不知道後果 如果真的是 挺而走險 他真的在最敏感的時刻 農曆年三十晚 凌晨 即是已經大約初一 中共突然間向台灣發動進攻 那麼你日本反不反應得切呢 美國可以的 當時還是在開市 華爾街在開市 那麼你 美國是不是會 即時有反應呢 我不敢說 中共可能真的會這樣搏你 所以 我們解讀最近 三國政府的 發放出來的訊息 當然他沒有出來警告 拜登現在還沒有 去年12月出來警告 說俄羅斯會入侵烏克 但是如果拜登出來警告 其實就意味著他們的情報 很確切 中共要動手了 當然 現在他們農曆新年 只剩下十多天 拜登也沒有出來警告的話 應該就沒有去到那麼危險 但是 習近平往往 是 大家都猜不到 他猜不到 或是他難猜之處是在於甚麼呢 他不計後果 或是他不知道有甚麼後果 這個才是難以預測的 所以我們要做一節出來 起碼大家 有一點點提防 我們想 提防一下起碼在台灣的朋友 我們有朋友在台灣 希望 萬事小心一點 那天 不要突然忘形了 而且 就算不是這些日子 接下來的我覺得 就算不是我們覺得 是英國政府 日本政府 美國政府 他們的高層 很大程度 他們感覺到 這場戰爭越來越近 是近得很緊要的 這個是我們最近跟一些 英國政府的高層人士接觸 是感覺到的 所以我們 也要作出一個大膽的假設 當然我不是說中共一定會這樣做 但是 他如果敢做 大家有甚麼應變方法呢 美國 台灣 日本 英國有甚麼應變方案呢 這個真的要想的 我覺得他們 戰略一定會這樣制定 但是 對手是習近平 一個 不懂得死的人 一個不知道 究竟一件事會發生甚麼後果的人 或是完全不理會後果的人 你 始終 也可能要 大膽一點去猜 是不是 這節時間 我們先分析到這裏 接下來我們再跟大家 希望可以深入一點 如果有更加多 第一手消息 我們會再跟大家說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六部曲 成意邀請經濟許可朋友 訂閱我們的Patreon 我們報名再多幾位 現在 我們最新的名額只剩下10個 希望大家可以報名 如果要報名這10個 我們就要截人了 因為到時 不好意思要大家罰企 因為後報名的人就要罰企 這節時間 先說到這裏 拜拜 大家好 我們在 2023年 即是今年 1月28日 是農曆的大年初七 我們會在黑池 舉辦 我們這次的大型網聚 而這次的網聚 其實有兩大主題 第一當然是 因為說了很久 要在黑池 跟英國北部的朋友見面 和大家聚聚 第二就是我們會成立我們的charity 希望到時可以多些朋友參加 發揮 香港人 助人 互助的精神 希望到時大家可以參加 我們 開始時間是下午的兩點半 大約是到六點 或者六點半左右 會有很豐富的節目 也有很多的 嘉賓 到時我們會收取10磅的茶點費 有香港的奶茶供應 港式奶茶供應 也有一點點心供應 到時希望看到大家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在黑池 有了三座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 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 也有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裡住 都覺得挺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紀裏面 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 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以及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 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會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接下來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以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